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干扰基层教师 而且已经变成形式造假主义的教师专业发展评件 透过不断撰文 游说立愿 召开记者会 终于挡下中小学教师评件 随着终止评件入法 全教总推动教师专业发展支持系统 每年都有上百个基地班社群 上千位老师投入 我常常跟大家说的就是 我们就是一种陪伴 陪伴就是你去参加业获的 藉由共被分享 让老师们专业发展自信满满 石农学堂是另一个老师们热爱的系统 看到一张张老师学生快乐的模样 石农有成教育炸根 不只在国内 全教总更迈向国际 积极参加国际性教育会议 让老师们了解国际教育资讯 接下来我可不可以谢谢我的爸爸妈妈 我们不是很富裕的家庭 但是我的爸爸妈妈给了我最好的身教 所以我还是要再强调一次就是 孩子都需要在老师跟身边的长辈身上 得到最棒最棒的爱与陪伴的支持 全教总每年举办的Super教师奖 已是信坛最高荣誉之一 近年更成为全国瞩目的教育焦点 全教总是老师职场上的坚强后盾 从幼儿到大专 私校到公校 捍卫劳权不遗余力 现在就带您重点回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全国教师奖会 早联盟 我们相信社会不同成员间的团结 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基础 我们参与每年的五一劳动节大游行 参与劳动公投联盟 拍摄认识劳动短片 作为劳动教育的教材 支持推动18岁公民权 在环境的永续正义方面 积极参与 与这块土地的人们共存共荣 全教总成立以来 坚实共会组织 定期办理各项专业会议 干部研习 凝聚组织共识 团结基层会员 壮大组织力量 各位伙伴 我看到大家在这里 我真的很感动 然后 加油 维护全教总 不论提升学生受教权 劳动者权益 教育环境改善 皆尽薪投入 会员一起携手 走过艰难 成就近日专业 及具全国影响力的工会 展望未来 全教总将一如过往 团结教师 为教育 为社会 为未来 一起努力 全教总在